温病调变 清代一家无堂柱 第三章 中胶片 第二节至第十节 本文已翻译成现代汉语普通话 二 阳明温病 脉搏腹解快者 使用简胃竹叶湿高汤为主要治疗方法 所谓脉搏快 指脉搏节奏迅速 如急匆匆的跳动突然一跳 这种情况非常急迫 因此需要采用寒性腥味的药物 透表清热 以竹歇斜剂从外部排出来 从而获得缓解 简胃竹叶石膏汤是一种含量药物结合 干含法的药方 成分包括竹叶五钳 石膏八钳 麦冬六钳 甘草三钳 将这些材料煮沸后取出三杯分三次服用 大约在三个小时内完成 三 阳明温病 症状明显 但不严重 脉搏不服种者 是以使用小橙剂汤温和调理 如果阳明温病症状明显 但不太严重 需要治疗以确保不至于加重 小橙剂汤可以帮助通合胃气 不必使用盲削等药物 四 阳明温病 出汗多 舌苔变成老黄色且干燥 适宜使用小橙剂汤 如果汗水过多 导致体内肌液散失并且变密 且舌苔变黄且干燥 这时需要使用小橙剂汤 五 阳明温病 没有出汗 小便不通畅 首先使用牛黄丸 如果仍然没有大便 再使用调味橙剂汤 如果患者没有出汗 且小便不通畅 可能是大便还未完全形成 不是因为便秘引起 也不是因为大便干燥 如果大便依然没有排出 同时没有出汗 表示外部和内部通道都受阻 邪气深入阴部 因此需要采用咸寒的芒削 和干苦寒的大黄干草 而不是心臊的质补 伤寒时如果没有造食等其他症状 一方面是因为寒邪没有混杂会拙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太阳病 发展为阳明病 温病中有可能出现 因为大便干燥而引发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邪气深入心肺所致 因此医生需要仔细观察和诊断 以免走错治疗方向 六 阳明温病 面色和眼白都变得发红 四肢变得非常冷 甚至全身都感到寒冷 但没有恶心呕吐 只是神智昏迷 大便已经七八天没有排出 小便成红色 脉搏沉弱 有时连脉搏也很弱 胸腹部感到胀难 严重时会拒绝按压 喜欢喝凉水 这种情况下 应该使用大成气汤进行治疗 这种情况需要仔细辨别 确保症状像火热一样极端 而非像水那样 表现出极度的热症 伴有寒决症状 才可以使用大成气汤 关键在于出现眼红 小便红 腹胀坚硬 喜欢喝凉水这些症状 七 阳明温病 出现纯粹吸水的大便 没有粪便排出 称之为热结旁流 此时应使用掉胃成气汤进行治疗 在热结旁流情况下 问题不在于气道堵塞 因此无需使用质朴 我们单独使用盲消 以解除热结 不过需要谨记 要缓慢用甘草 以减缓盲消的强烈通便作用 确保它在肠道内解除结构 否则热结将无法排除 只会导致腹泻 反而伤身体 大成气汤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八阳明温病中 如果出现食热拥塞 而伴有恶逆症状 应该采取治疗措施 如果恶生不断 说明问题位于中焦 而如果恶生时轻时重 属于下焦病情 金贵要略中描述了 恶逆半有负胀的情况 观察恶生的前后情况 可以帮助判断问题所在 一旦确定哪个部位不通畅 治疗即可见效 对于阳明食热引起的恶逆 通过促使气流通畅来解决问题 但症状的轻重难以事先确定 因此只说要采取通便措施 具体用哪种药物 需要根据实际病情情况而定 再者 中焦食病引起的恶逆 恶生必然连续而紧促 是因为胃气大量积聚 迫使肺气无法下降 二者相互冲突 而引发恶逆 如果恶生时段时序 表明下焦虚弱引起的恶逆 它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 因此治疗属于下焦问题 就阳明温病出现下腹腹泻 而阳明脉搏实且急促或滑快者 可使用小橙鸡汤来治疗 如果脉搏不实 可以使用牛黄丸或紫血蛋来治疗 下腹腹泻 可是认为是肠道虚弱 而胃部充实的病情 因此需要用大黄来刺激胃部 不需要使用盲销来润泻肠道 本论中有关脉搏食或滑快 不实的辩证 以避免将阳明温病误诊为新包络病 然后错误使用橙鸡汤 此时应继续使用芳香开窍吧 小橙鸡汤的成分是苦心 通便作用较强 包括大黄五钱 后补二钱 纸食一钱 将这些药材煮备后 取出三杯分三次服用 首先服一杯 等怠速便排出后再继续服用 如果不清楚情况 再次服用 药味橙鸡汤的成分 则是偏向寒性的 以治疗内部湿热病情 包括大黄三钱 芒肖五钱 生肝草二钱 是 温病三胶同时紧急 体温高 口渴难耐 舌头干燥 脉搏不符 而异常急促 舌头呈金黄色 弹咸过多 无法仅仅通过橙鸡汤治疗时 可以考虑使用橙汽和小蟹胸汤 所谓三胶紧急 指的是上胶未能清除 已经扩散到中胶 导致阳明阶段体温高 口渴难耐 脉搏异常急促 舌苔干燥 阳明的燥热 对肾脏的水分进行了消耗 如果不排除这种症状 医业会迅速减少 如果下行 会导致上胶残余邪气陷入 可能引发胸部疾病 因此 需要使用小腺胸和橙汽汤 清除三胶内的邪气 以一次排除 这是因为病情紧急 所以方济也要迅速 然而 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使用此邦 否则不应随意使用 小腺胸和橙汽汤的成分 包括偏苦偏心寒性的药物 如生大黄五钱 后谱二钱 指尸二钱 扮下三钱 瓜头三钱 黄莲二钱 将这些药材煮备后 取出三杯分三次服用 首先服一杯 如果没有变异 再次服用 等到获得轻松通畅后 再停止服用 喂完 待续 火侧 小腿